一张张照片诉说门诺医院长期服务花东偏远地区的历史记录 为了让民众关怀长期照顾的议题 举办老人照顾20年的影像展 收录25幅门诺医院成立以来服务偏乡的照片 活动中还邀请飞儿乐团的团长陈建宁来参加 陈建宁回忆过去 家中也有长辈需要长期照顾 门诺医院的寿风分院建立 募款过程他都没有缺席 去年终于顺利落成启用 其实每一个人的家庭都会有一个这样的一个问题 那个时候是好在说我们的家族比较大 所以我们有一些像我们侄子辈 孙子辈我们可以来做这样的事情 可是如果他只有单亲 如果他只有一个小孩子 他想要上班 其实老人照顾真的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长照法15号在立法院三读通过 门诺医院寿风分院院长赖权员相当高兴 下一步就需要通过长期照顾保险法 好减轻企业的负担 政府终于能够在整个大方向 中央政策上也能够真的要去执行 那我相信如果真的这个法案通过 再加上保险法的通过 那我们门诺团队在做长期照顾上 应该就会有像如虎添翼的感觉 照片展期将为期半个月 除了回顾门诺医院20年的成果 更希望长照的议题可以受到大众社会来重视 接下来我们在科尔台北市采访报道